你不是说闺女现在脚又长了是吧 对呀 她那个鞋没穿几次就大了 她好多衣服都小了 那也不能乱扔嘛 不万一有她弟弟妹没啥的呢 就是 能留的肯定都留着 你平时没陪我整理你不知道 我现在看见咱这灯那片子好脏啊 你是想擦一下是吗 这怎么擦啊 站梯子擦 这个擦不了 这个也是作家务的一部分 那东西 那有些东西是不是可以扔来了 那你剧本看差不多了吗 我随时可以看 其实可以挺没事 那咱俩上去整理一下 她房间的 对呀 走吧 这边 其实我就是把这个东西 这里边都是我有点拿不定主意 你说这个衣服吗 对呀 可惜了吧扔了 没说扔 就是看看家里亲戚朋友 有没有谁家有小孩的 他们能需要就给他们穿也行 这个男朋友给他穿都行的 其实都还行 我觉得 是都行 但是我们也穿不过来这么多 所以就是看看留哪些 那好几箱子呢 咋玩呢 那你赶紧去吧 你定吧 你定吧 我定 你定 这种我觉得可以留着 对呀 你看那小裙子 我忘了它小时候什么样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这件衣服 你看 毛绒绒子 穿上像个小明娘似的 你看这个多可爱 还这么点 这还有一个它小泳衣 超级小 这个都不知道小时候怎么穿进去 你看 这么小怎么穿进去 好玩吧 狗 对 特别像小狗狗穿的 其实都还行 我觉得 嗯 其实我也舍不得 要不然一下都不让 也不松然 就留着 我的意见是 可以留着 哎呀